詞曲 李宗盛 Qingyuu E.J. 伯母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哪裡不舒服啊 就對應一個什麼 什麼 就是這個方面 比方說如果是 比方說腿 比方說腿有問題 那就是對應的 你對下腿不可能 你的頭有問題 是對長腿不可能 然后你就对着这个去反省忏悔 然后就有些人就吐啊 拉啊什么的 顿时好啊 这个是一个角度 看病的角度 就是从他接触到佛学的角度了 就是从英国的角度来看 他以心无意愿这个角度来看病 他说你的心做了什么 或者有什么样的业 他就带来身体上的障碍 这个只是一个角度 松一熙 刘三仁的看法 或者是佛学的看法 藏仪 每个都是一个角度 所以他的这种方法 也只对某一例人起作用 任何一个角度只是对某一例人起作用 但有些病他就不起作用 有的人就不会忏悔我 压根就不认为这个是个什么问题 是吗 你呀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有罪业感 我不觉得 是不是 你让我觉得不忠忠公公婆婆 或者不忠忠父母 他就原来信都不会信 就是他不相应 但是呢 你看刘三仁那个更多的对应了 开始对于农村的 农村的那些 就是很简单的和朴素的那些人 就是又不太有文化的 他没有更多的思想 不就像现在我们在座的 作为满脑子的哲学 满脑子的变成化 这个时候那些可能作用比较弱 因为你会想 这行吗 这个可以吗 你脑子不断地拽 而且我们一习惯给自己找借口了 做了事情 自己已经制约其所把它覆盖住了 你要再揭开那个盖子很困难的 我们很会给自己找借口 这样呢 有些人就不起作用 甚至包括你看中医的养生啊 或者很多 他也只是一例人 有些比如说喝个粥 或者吃点什么就好的 但某些人就不行 就像我以前学一些中医的时候 那师傅就会把这个病啊 分成六道啊 六道之病 有的是属于地狱道 就同样两个人得到同一种病 这个人就属于地狱道 他就属于天人道的病 那症状是一样的 而地狱道这个就不好治 因为他心性上的东西 跟这个病相应了 因为你瞧一下瞧不过他的心 所以吃药效果就没那么好 但这个人的心性很重新 但是他的病症状是一样的 但是就这个瘤子就很越好 而那个也是一个瘤子就好不了 就是把它划分 因为心性的不同意识层面 就把它划在这一道 那天人道的病的话 这些可能有时候 很轻易地去开饰啊 心性上一旦打开啊 因为他散报多嘛 然后你跟他随便吃点药 可能就真的好了 癌症就好了 或者是很重的病 但有的人他本身就已经 就是那下山道的果报 熟的时候 治疗起来非常好 所以这些就是 永远是个角度 就像前往上传的 不是谁在治病啊 说吃个什么糖啊 吃个什么糖 他如果是要拿六道化分 他那个治疗方案 是天人道的治疗方案 凡是天人道以上的人 就是心里别 就是在人道以上了 甚至还不在人道 人道比较靠善的 就追求善法的这一例人 那他那个病就是不是 后来有很多人说 他不起作用的 这一例人用那样治疗是起作用 超过这一例人以后下的是不起作用 看人的心性上的东西 嗯 有时候这个善事真的是开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发心 心性上的东西 贪神吃卖也还是进化 清静没有 真的有很多人在做慈善啊 然后最后结果也不 他只是在做 因为他有能力做那些 布施一些修桥架路 布施一些东西 它很简单 但是内心生存的东西 一点也不改 这个果报也很容易 恶报也很容易守 嗯 就是看着吃卖也一点也不改 他们就是那种 名利群的欲望 很执着 占有又控制也很强 有的也会有些果报 嗯 就是看心性上的东西 最重要的改变一些东西 就是自己内心生存的想法 有些人 有些人很淡定 他在做善事的时候 他真的是 我觉得最好 就是真的是不留痕迹 他不留是因为他 他可能生生世世不死啊 或者习惯了 他他是一旦他他决定做了 他就做完就忘了 做完就忘了 他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了 任何一件事 只要是善行 他做完他也就忘了 他就不再 拿这个善行去要求联合人 他做的时候 身边的人会感觉到很愉快 就是他在帮助你的时候 你甚至 如果再慈悲一点 他会觉得是 他欠了你的 你会接受你的 他帮你 还觉得是 他不是你欠他 是他欠了你的 他怀抱是 那种就是 就慈悲到家了 这种善行 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 有的人帮了你 你也不舒服 就是觉得 你觉得你欠他太多了 你还也还不起 就是人 就是其实是心态的问题 人的交往 或者是做朋友 就是人就是这样 但是学佛有好多 就很多 我们就是在学佛 慢慢大家之间 就是有成了一个 就像 里边慢慢的会有爱心 只要有爱心 或者有爱 有温暖这些都行 很多东西都在这里边 会化解 误解啊 多疑啊 采集啊 或者是一些不信任啊 或者是 甚至大家 谈起吃麦也 其实都有 没有说一个人 就没有的 只是有的在这方面重一点 有的在那方面重一点 所以大家都辛苦 慢慢通过休息 就融化了 就要一个场 逐渐融化 你看不见 他到底做了 他到底在削了什么东西 到底大家在互相之间 在摩擦过程中削过 其实就把那些 海浸尺脉也慢慢磨了 然后让你的心里边 每切有暖流 给爱一处了 而且不再占有控制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幸福一点了 可是人跟人直接在一起 幸福了 快乐 就会发生的 这样子就会发生了 再次坐在这里 把这些没关系 就会发生了 你不认为 什么事 就会发生了 这个时候 还不去 你不认为 就会发生了 那个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